黑芝麻智能首日主板挂牌,初段低建18.28元,较招股价28元低约35%,较早时仍跌28%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上市而息时致辞指,黑芝麻是第二家通过上市规则第18司机制上市的企业,亦是首家透过这个途径上市的芯片企业 他指,黑芝麻去年11月与科技员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,准备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,预计未来5年投资1亿美元,聘用逾百名高端研发人员,充分利用香港者个汇聚金融及仓科商优势的平台 陈茂波相信,未来有更多硬科技企业,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场及国际化人才资源,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台诞 订阅美威